第五次提出申请要交保 这个聚保停压申请 但是呢又被驳回了 陈水扁已经放弃一审 主攻二审 那么据了解 在之前陈水扁一直都是主打 这个五保释放 结果都没有用 现在律师团就建议他呢 在二审的时候 这个严压庭的时候 拼一个重金交保 只求先离开台北看守所 第五度申请聚保停压 结果出炉 陈水扁自由梦再度破灭 电论完毕嘛 电论完毕到时候 那当庭是不是有拿些什么 护照啊 这些来着证这样子 有啊 那时候有 有提出啊 为了让陈水扁能够离开 看搜索公社辩护人 曾德仍还主动拿出 陈水扁的护照 不管是过期 还是有效的护照 都希望交由何一廷来保管 以证明陈水扁没有逃亡的疑虑 但蔡守逊当场拒收 更在裁定书中写明 是否缴交护照 和会不会逃亡 没有关系 为确保未来的审理顺利 陈水扁不应交保 另外也一样认为 便加在海外 还有资产 没有交代清楚 也没会回台湾 资产可能供陈水扁逃亡后使用 所以不能交保 最后法官更认为 陈水扁已经遭判重刑 后续审理要顺利 陈水扁不应该交保 申请提押再度被驳回 以往强调 无保释放的陈水扁 律师团建议 力拼重金交保 有交保的机会 就去争取 只是以扁案 法官认定 贪污所得12亿 来看恐怕交保金会创下 司法史上的天价 这就是新闻阿宽 安全路台北报道